今早的AT個股推介是李寧2331 選選原因是十一黃金周章志 旅遊和相關消費股近日獲得資金追捧 短期繼續跑贏大市 體育用品行業10月將會進入銷售旺季 李寧的營運能力較佳可以提高一線 瑞信強調李寧是內地體育用品股中的首選 因為他們的付存和銷售水平最健康 而且在品牌提升的支持下產品管線改善 截至6月底李寧渠道全負水平處於3.6個月的健康水平 在去年上半年是3.1個月的 華泰政圈說 李寧的庫存水平低過安達的5個月水平和特報的4.5個月水平 由於庫存水平健康管理層指下半年折扣水平不會加大 而且預料下半年的毛利率會更穩定 上半年的毛利率跌了5.9個百分點至50% 全年來講彭博綜合預測李寧今年盈利預料會按年增長20% 2022至2024年盈利的複合年增長率是22% 對比同行特報是22.9%和安達18% 361度是16.3% 走勢上由上海至6月解封至今期間里寧多次在60元附近密得支持 並且在75元關口遇到阻力 整體在60至75元的區間 捉短線上落區 相信與內地疫情相反覆以及經濟相對疲弱有關 可以視為短線的目標和止蝕參考 今天收補65.1的升了大約3% 策略上建議64元吸納 短線的目標是看75元 跌穿區間底部大約60元就應該止蝕了 主要大行給予他們的目標價平均大約92元 可以作為中線的參考 小雅